我們三大方面 第一個是香港的國際化 國際化的優勢是積累下來了 包括對外,我們監獻方式要成為世界級的公司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對外的窗口 那同時它國際化也是代表它的法律的制度 裡面的流程,甚至人才的基因 它的文化基因很適合做半導體 這方面呢,從IP的production 跟整個長期的發展,它具有專業性 第一個就是國際化 第二個部分呢,事實上是人才 人才方面呢,事實上這五個大學是 Top 100 University 所以你會surprise說,這個人才的source 事實上是內地沒有的 是不容易找到的 那剛好這個時機呢,又變成對解平方 其實是蠻好的一個window opportunity 第三方面呢,也是因為深東局長跟整個特區政府的一個決心 所以這個決心呢,它會使得一個項目呢 它會比較容易推進,成功機率就非常大 其實平方團隊是本身就已經有這個決心的信心 但是一定要大項目政府的一個政策跟整個推動 所以這三方面結合起來,講起來也可以是天時地利跟人和 那麼我們發展的產業呢,已經定了幾個方向 比如說,生命健康科技 還有就是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 第三個呢,就是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 今天引進的這家半導體企業呢 實際上呢,可以屬於先進製造 也可以說新能源,人工智能都可以 另外一個重點領域就是金融科技 那麼未來呢,我們希望呢 在這個已經確定的幾大領域呢 有長度的發展 希望將香港的科技產業逐漸的建立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